大家好 这是十元一颗的鲜虾大馄饨 今天影片的内容满满的干货 如何做馄饨皮 如何六刀切入烂如泥 如何做三鲜馄饨馅 如何用酒去虾的腥味 还有还有葱和淀粉的处理 这是马铃薯淀粉 我自己做的 因为自己做的一颗粒要用擀面杖擀细 把颗粒擀碎 马铃薯淀粉用处很多 我有一个专门做马铃薯的 马铃薯粉有过筛 因为有用它做面不应 现在我在盆里加了20克马铃薯淀粉 用80克水冲开 然后加上 180克中筋面粉 搅拌均匀放在一边 熊面 哇韭菜搁了两天长这么大了 我把两颗葱用来调馅 先把面团揉一遍 要充分吸收水分 因为擀混沌皮 跟擀面条又不一样 用的面团 用的材料都不一样 所以揉好 要充分的松弛 才能擀的皮很薄 很光滑 现在我要磨刀 因为换旧的磨刀我想起我们家人 当时我们家有只小猴子 我奶奶一磨刀小猴子吓得抱头套窜 因为今天要切肉 这次我再从六刀切肉法开始 大家一定要记切这个切肉实在是太方便 我这一共是40块钱的肉 30块钱的熟肉 10块钱的肥肉 肥肉用不少那么多 你看这是第一刀 你看这是第一刀 第一刀都不切断 其实我有个专门的影片 大家就是懒得去找 今天再从头切一遍 给大家看 刀要快 但不要切到你的手指头 这是第一刀 第一刀都不切断 反过来 不同方向 再切第二刀 还是不切到底 小娘的六刀切肉法教了很多很多很多人 这个大家没有人不喜欢 好切完了第二刀了 再翻过来切第三刀 都是红着切 这种方法切也可以切鱿鱼 炒鱿鱼切花就是这样切 红着竖着 不要切断 但这个要稍微练一下 反过来就是第四刀 你看竖着是这样 还是红着切 今天这个影片可能学的有比较多 你可能记不下来 可以用笔记一下 里面大概有六项可以学的东西 好了第四刀切完了 你看已经冲网状了 基本上每一块肉都切到了 这个时候第五刀就要切断了 也就是切到底 这样切出来的肉 大小方块都一模一样的大小 而且这样切很快 切这块肉连一分钟都不用就可以切完 第五刀切完了 这就是第六刀 第六刀也要切断 切到底 对 这就是六刀刀 shot 这就是六刀切肉法 是不是比你剁肉 轻松多了 也不要噗咚噗咚的楼上楼下很讨厌 好了 这块肉就切完了 你看很细 想要多细就多细 今天的馄饨馅要特别细 肥肉这个皮有点硬 所以切起来要稍微慢一点点 千万注意不要切到手指头 我来台湾第一次切肉 被人家发现是在一个聚餐当中 大家一起做吃的我这样切肉 大家都惊呆了 你怎么可以这样切肉 怎么切得这么快 你看切得像泥巴一样 肥肉跟瘦肉搅在一起 因为今天是混沌馅 要给它改刀 让它混合一下 这样肥瘦就会紧密的粘合在一起 你看很细很细的 现在我们再来处理馅子 虾子去腥最好的办法 用酒 洗干净的虾子 加上米 加上白酒都可以 你看抓一抓会起泡沫 硬泡十分钟就捞出控干水分 准备煲馄饨用 三鲜馄饨有两种虾子的用法 这是第一种 可以直接和肉剁在一起 增加了肉质的鲜度 虾子剁起来会有颗粒状 没关系 虾子剁起来很有粘合度 所以剁的时候会很粘刀 如果喜欢有口感 这样就可以了 但是煲馄饨最好是细一点 如果煲饺子 这样就可以了 馄饨越细越好 煲起来也比较好 煲吃起来口感也比较好 差不多了 越来越粘刀了 虾子就已经剁好了 你看完全融合在一起 差不多就行了 现在肉切好了 虾子也剁好了 就来讲葱 平常你切葱 就是切葱细末 而我们同小奶奶就说 切葱要先拍一下 中间给它再划上一刀 这样切起来特别细 而今天切的细 但是还要更细 就用蒜臼子打出葱汁来 这是煲馄饨必备的 加上10克盐 出汁会更多 主要是用葱汁和姜汁 因为夏天我就没有用姜 我这个蒜臼子 是我从大陆老家带过来的 我奶奶他们以前就用过的 你看都破掉了 是我们家乡产生的一块花钢盐石头 你看它本身这种花纹 并不是当欧 如果你去山东可以买一个带回来 这是五香粉 加上一颗鸡蛋 加上花生油 大概10克左右 加上酱油糕 戴上手套抓一下 再加上韭菜 这就叫三鲜混沌 鲜虾 这个绞肉一定要戴上手套 用手来打 打10分钟以上 就出来联合度了 这样就好了 我们就可以准备包了 面也醒好了 这样的面跟发面不一样 这样的面很好揉 为什么我加了20克 马铃薯粉是为了 馄饨皮吃起来很有口感滑滑的 但不能加多 其他的马铃薯粉就用在线盆 做面布 也就是干面粉来用 因为今天的皮 要擀得很薄很薄 大家都知道馄饨皮要很薄嘛 我强烈建议大家不要去买馄饨皮 你知道馄饨皮里边加了多少的东西 因为要做得像纸一样薄 里面基本上面粉都很少 你去买回来的馄饨皮 煮出来的馄饨是黄色的 首先加了很多茄 市场上的饺子皮是天天剁 馄饨皮没有天天剁 因为买的人很少 所以加了很多防腐剂 我建议大家 跟我学自己擀 擀得丑一点 厚一点 薄一点都没关系 自己吃健康就好 好你看这个厚度还不行 这个时候拿出小擀面杖 旁边哪里不均匀的地方 用小擀面杖 往四周擀一下 因为前面我没有讲 是因为我前面用片擀 手擀鸡蛋面的时候 已经详细讲了 是擀鸡蛋面一样擀 现在你看是不是很薄 像纸一样 这样就好了 当然你擀不这么薄也没关系 反正自己吃 一回生二回熟 三回你也可以当师傅 好这个动作大家也看见过 上次我切 切手擀面片的时候 也是这样切的 因为我们今天大馄饨 所以馄饨皮很大 我就想说 一个馄饨怎么还能卖到十块钱 我刚来的时候卖八块钱 我说你们都加了什么 说有一颗虾子 那个虾子就值十块钱吗 那我今天得包给大家看 这一颗虾子能值十块钱 先下面加上一点点的馅 虾子放在中间 这样你包起来的时候 虾子会卷到中间 因为虾子靠着面皮 面皮就会破掉 虾子有水分 就是这个道理 你看这个大馄饨比饺子还大 也可以包小一点的 把虾剪成两半三半 这个就稍微小一点 根据你自己喜欢的大小 像我这样包很简单 一看就会 你包饺子还简单 它包出来就个小船的样子 你看是不是很漂亮 你也可以不包虾子 只包菜而已 一样吃 我今天是包的鲜虾大馄饨 所以就用了虾子 现在再包一颗最小颗的 就是我们平常吃的 这个就是小虾切創好几段 卷起来 小也很漂亮 相差很多 大壳的39克 小壳的12克 我家中没有高汤了 今天用鲜虾来做高汤 鲜虾配馄饨最大 可能大家金针菇没有这样吃过 这样切金针菇吃起来不塞牙 锅开了 把鲜虾先捞出来 捞出来之后把壳去掉 今天的蛤蜊150两斤 把金针菇全部下去 金针菇跟蛤蜊搭非常鲜 一定要尝试一下 锅开起来就把大馄饨下去 哇太大颗了 我可能吃4颗就好 你看多大颗 盖上锅盖 一定要开火 会冒出来哦 这是玉米浓汤 加一颗蛋浇下去 这样就是最完美的搭配 这样煮出来保证你的全家 没有人会反对 没有人会说不好吃 盖上锅盖也不能离开 因为蛤蜊汤很会冒出来 熟了 记得一共煮6-8分钟就好 加上九层汤 我完全是一个台湾的味道 以前都加香菜 蛤蜊的壳已经去掉 加在上面就好 可以关火 加点香油 浓浓的太香了 我从最讨厌最恶心九层汤 到现在最喜欢九层汤 一碗就能装一个 比外边买的10块钱一个好像还大 再怎么贵也不用卖10块钱一个 外边卖的太贵 哇 蛤蜊汤跟九层汤太大了 先吃一个原味的好鲜哦 再加上我自己做的蒜蓉辣椒 我强烈建议您试一试 蛤蜊和金针菇做汤头都非常鲜 让你喝到想哭的鲜 啊真是太好吃了 大家赶快动手试一下 享受幸福温度 呼吸最好 要记住 鲜虾去腥用白酒 很多年前我教过一个饺子店老板娘 用酒去腥味 她说真的很感谢 但她说就我不要再教别人的 这个方法真的很好用 好了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